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谈谈一个现在就是在司法改革里面蛮火红的议题,就是裁判宪法夙愿 在几次的之前的录音档里面多多少少有提到这一个制度 那这个制度呢,它其实是从德国开始发迹的 那在德国基本法里面呢,它有去针对人民的如果针对公权力不符的时候 如何应该去提起救济的问题 那其实宪法夙愿呢,它这一个名字是从德国的德文直译过来的 就是Failfassons Beschwerder,那Failfassons就是那个宪法的意思 然后Buschwerder就是那个夙愿,当然我德文讲的不太好 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从德国的德国基本法跟联邦宪法法院法来观察的话 这个宪法夙愿它分为了三种 一种就是所谓的直接的法规宪法夙愿 一种就是间接的法规宪法夙愿 一种就是裁判宪法夙愿 那直接的法规宪法夙愿呢 指的就是直接以法律为标的而提起的宪法夙愿 它规定在联邦宪法法院法的第93条第三项 那第二种呢,间接的法规宪法夙愿呢 是指裁判所适用的法律有抵触宪法疑议 可以提起宪法夙愿哦 那第三种呢就是裁判宪法夙愿 指的就是对于法院裁判为审查的对象的一个去审查 法官的认识用法的这一部分哦 那其实啊 在这个 德国基本法里面呢 他把所谓的人民申请的要件其实就定的非常的清楚了 那在这个在学理上 学者称之为列举原则 跟我国司法院道法审理案件法 跟我们的宪法第78条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其实现在德国的宪法夙愿 他并不是没问题的 而是他也有一些问题存在 呃 例如说呢 其实在呃 宪法夙愿里面最常被别人去做探讨的是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 如何防止人民乱诉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 宪法法院与其他法院分工的问题哦 其实呃 德国已经尝试过很多方法要去检讨 也去参考了美国法的 呃最高法院的那个呃 省建的一个标准哦 其实德国他们并没有要放去 宪法夙愿制度 只是他们也一直在去想说要怎么样去 精进跟改善 那我国在引进这个宪法夙愿制度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非常小心的 他必须要去非常贴切的 适合我国的呃 法律的适用呢 跟社会的风气等等的一并去做考量 而且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点是在于所谓的 这个宪法法院与其他法院之间分工的问题哦 那我觉得在这边本来的认识用法的这一部分 我们都是放在一般法院 而且我们一般法院还分为了所谓的事实审跟法律审 那现在如果大法官也能来当做呃 去审查法院的认识用法的时候 那这样子有没有可能 已经逾越了联邦宪法法院的职权 而导致有所谓的第四审或超级负审的这样子的一种疑虑战 所以呢呃其实联邦宪法法院在审查呃 裁判宪法夙愿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的 因为他们必须要去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宪法夙愿的一个性质呢 他其实是一个被位的性质 他是一个额外特殊的宪法的救济程序 所以有别于就是我们现在一般 我们称之为美国法上最高法院的那一种法律的上诉审的那种感觉 可是呃就现在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来看的话 案件数量这个一直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他一直没有办法去做改变的 可是他在他的制度上面他有去做了一些调整 例如他有一些小法庭啊呃等等的一些设计可以去分担掉这一些案子 那其实呃申请裁判这一件事情在我国的人民申请事件的过程中 其实其实是一直出现的呃 其实我们可以从呃一个地方去切入 从大法官的不受理决议可以去看到一件事情 大法官常常会说一句话 法院的裁判本身即所持的见解或非属对一般事项所为之抽象规定 非得为申请事件的课题 那大法官这边就会开始去讲了 如果你只是在争执呃法院的认识用法与否 然后并未续明确定中局裁判所适用的法律与客观上有无抵触宪法的时候 而且他会讲说法院裁判本身所持的见解依现行法制上非本院得为为宪审查课题 所以他会给他一个所谓的不受理决议 所以其实很多人啊他去申请在玩解释的时候 他都是针对所谓的这一个法院的裁判去做一个 他认为说法院好像做的没有那么的好 有轻害我基本权的问题 但是大法官一概都是以说认识用法并非本院所谓审查 为危险审查的对象而为不受理决议 那其实回到不受理决议去看的话 其实这个比例其实也是不高的 其实大概一次的不受理决议里面 大概这种案子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那其实 从不受理决议上去看有些客观 但也有些不客观 因为有可能客观的原因是案子不多 但是不客观的原因的话 可能是我去想的是 因为一般的人民他没有受过法学的训练 而他自己去写这样子申请示线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着手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个案裁判与抽象的法规 危险 危险审查器就是一线资格 如果操作不当的话 那当然就是在这两个类型中有疑的话 那他其实他的那个界限其实会比较模糊的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在大宝官在审查的时候 其实就会比较困难哦 所以呢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引进呢 值得大家好好的去观察跟看看 那从我国的视线实物上的话 也不难发现一件事哦 其实大宝官已经开始开始的去运用了这一些的类似 就是裁判违审查的手段在审查 法规是否有违审这件事 例如最新的一号大法官解释里面 不是最不是最新 最近一号的那个大法官解释里面 在针对教师提起救济的这一个 其实汤德忠大法官在他的意见书里面 已经写得非常的明白了 嗯 因为这一个法规本身没问题 但是有问题的是法院的裁判哦 那其实啊 还有所谓的22号解释的邓元征案啊 还有所谓的656号解释这个 嘿嘿嘿 我们的旅副前总 呃呃旅前副总统的这一个案子 他直接在呃 大法官解释里面写说法院命判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其实他整个解释文的重点核心就绕在所谓的呃法院你应该有怎么做 你不应该超过怎么做那怎么做才是核限的怎么做才是可能有侵害人民基本权的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学生都有去诟病这一点哦 那其实呃 在这一号解释的那个李正山老师的那个意见书里面 其实他也去提到了 其实他就是一个裁判危险审查 那只是我们让他外形看起来不这么像是一个裁判危险审查 那其实回过头来讨论一个点是裁判危险审查要不要引进 其实我觉得这会是在我们的人民申请视线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可是这一个突破呢 我们必须要非常有完整的一个配套 因为像德国实行了这么久 其实他们的问问题都一直存在 那我想引进到台湾台湾来这个问题不会就是一夕之间而消消失的 这个有待之后我们的法治上面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操作跟适用 那如果就现行考试上的话 其实针对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考试的重点其实意义不大 那今天会提出来只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裁判宪法术院的这一个名词到底指的是什么 不要大家在热烈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还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 就不能跟大家很热情跟很深入的去探讨 那其实不只是翁月生老师 陈英潜老师 杨子惠老师 吴兴华老师 还有很多位老师其实都有针对所谓的台湾 呃台湾宪法术院去做过研研究 那其实有学者也渐渐提提出来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危险审查制度也有可能形成一种叫做台湾式的危险审查 或者是台湾式的宪法术院 其实这些我们都很值得要去做探讨 那其实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点是在于说 呃一般法院跟宪法法院就是我们到晚节是如何去做一个分工 我觉得是我们之后引进这个制度脾级要去讨论的 那其实在人民申请示线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呃 宪法上原则重要性哦 这一个要件他是否作为申请示线的一个重要的要件呢 我想他现在已经是在未来的修正大宝官的修正草案里面也是 为什么因为大宝官如果再去看看所谓的不受理决议 其实谈到很多次 他认为他没并没有所谓的宪法上原则重要性 而就是去为一个不受理的决议哦 所以其实呃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如果引进裁判违宪审查的话 我觉得并不并不尽然会对人民基本权利会有所谓的保障 更完整的更周延的这一件事情 因为总的来说 其实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应该是在于所谓的一般法院 所以如何让一般法院意识到有无违宪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来的比引进裁判违审查更重要 嗯不然的话我觉得 呃什么事情都交由大宝官去做 大宝官总有一天也会就是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样 就是案件量太多那如果在反观德国的经验的话 如果胜数率都在两都在两趴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台湾人民的期待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足够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引进的裁判宪法书院制制度就对我们的人就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就更上一层了 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去从整个司法体系的核心价值然后去做探讨他会对我们的呃基本权利才会是一个最好的保障 谢谢 谢谢